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线后又火速地下线 观众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操作 就已经上线遥遥无期 除了这些剧作之外 还有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为第二季 第三季做好准备的作品 也迟迟没能让观众等来续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白夜追凶》 《坠续》 《欢乐颂》等作品 虽然《欢乐颂3》目前已经晚起 但是演员阵容大换血 延续的还不是第二季的人物和故事内容 依然是处于续作难产的状态 还有口碑表现十分出色的《大江大河》系列作品 第三部终于放出了预告片花 但是首播时间预计将会在2024年 一部续作就要让观众等四年的时间 不知道这些剧集对观众的耐心有什么错误认知 而同样期待直报表的还有《庆余年》 这部作品同样掀起了一波现象级的热潮 加上结局留足了悬念 观众都在等待《庆余年2》的上线 那么 这部作品究竟拍了吗 李小冉的回答可谓是一针见血 只不过 这一次观众却不耐烦了 《男品爽剧火出圈》《庆余年2》到底何实践 《庆余年》这部剧作能够火出圈 属实让人意外 毕竟在这之前 大部分热播的国产剧都是填宠题材 古装剧更是被仙侠奇幻占据了半壁江山 作为一部男品爽剧 主打的还是全谋 《庆余年》最初并没有带着爆款品项 但是细细铺陈的故事和人物设定极具看点 每一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庆余年》不只是一部男品爽剧 同时还是一部科幻剧 在剧中还出现了《现代枪支》等 正是因为剧情足够吸引人 再加上范贤的绅士之谜一直吊着观众的胃口 也让人很是期待后续的剧情发展 只不过在第一季的结尾 严冰云一键刺在了范贤的身上 就再也没有了后闻 不少观众都猜测范贤并没有死 严冰云和他仅仅只是演了一出戏 但没有看到实际剧情的都很难断定真相 而留下的这一悬念也让《庆余年》二这部续作的上线 成了众望所归 不仅如此 庆余年的选角也是一大亮铁 除了张若云 李沁等青年实力派演员之外 还有陈道明 吴刚等老细苦 以及李小冉 袁权等中年实力派女演员 还有肖战这样的当红顶流在剧中作配 堪称国剧阵容天花板 如果《庆余年》二能够实现原班人马再回归 自然是能够再创南平剧的巅峰 热度恐怕被第一季表现还要亮眼 但是庆余年到底何时才能与大家见面 在国产剧均出现了续作难产困境的当下 光是张若云欠着大家的续作 就有《坠虚二》 《雪中汗刀行》等数部作品 虽然在去年年底 庆余年将拍续作的消息传出 但至今仍未与观众见面 续作依然难产 剧本没出 隐重怒 始终没有消息的庆余年二 近来因为李小冉的回应 给出了具体的进度信息 李小冉在提到《庆余年二》的进度时 透露剧本还没出 也就是说这部剧的出品方 只是在去年年底给观众画了一个大品 将会有续集 但是上限日期无限延期 拍摄再加上后期制作 起码要用掉小一年的时间 连剧本都没出的《庆余年二》 最早也要在2023年以后与大家见面 又一部续作确定难产 而《庆余年二》的剧本没出的消息 也迅速登上热搜 单单是从观众人数就能看出 大家对《庆余年二》的期待值有多高 在剧中饰演李云锐的李小冉 耿直回答了《庆余年二》当前的进度 也戳穿了剧组的真实用意 不过是想让观众持续对这部作品保持着高期待 实际上这一行为与六观众没什么区别 毕竟大家一直在期待《庆余年二》早日放出预告片并上映 如今却等来了剧本没出的消息 这也使得很多观众直言《庆余年二》实在是太过分了 在传出将会拍摄续集的消息之后 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 所有人都以为快拍了的时候 却连剧本都没写好 虽然这一现象并不只是出现在《庆余年》这部剧作场 但是越来越多的国产剧想要连续播出 却总是迟迟不上线 的确很耗大家的耐心 续集拖到最后也把观众的期待值拖没了 比如曾经作为现象级悬疑剧的《白夜追凶》 无论是口碑或者是热度都空前绝后 至今都没有哪一部国产悬疑剧能够超越这部作品 结果却是留下了一个不完整的结局 让观众日思月想 多年过去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部剧的消息 而同为潘月明主演的《鬼吹灯》系列作品 也并没有如期与观众见面 原本今年《昆仑神宫》有望在暑期档播出 随着暑期档完结 还是没有等到这部剧集的具体上线消息 纯粹是让大家干等 庆余年首部作品播出的时间是2019年 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虽然沉下心来打磨剧本不是坏事 但是过早地给了观众希望 如今却又告知观众希望落空 甚至很有可能会像《白夜追凶》一样 最后不了了之 完全是在辜负大家的期待 即便是热度再高的作品 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 如果不是李小冉一不小心说了实话 恐怕观众还在期待金明两年 能够看到这部剧 在男品剧以及男性群像剧示威的今天 庆余年二这部续作如果能够及时上线 完全可以占据绝对的优势 加上这部剧中的演员人气都在不断走高 就连作为配角的王阳都已经成了当红书圈顶流 可想而知 续作将会吸引多少观众 但目前庆余年二连剧本还没出 等到续作真正播出时 不知道大家的热情还残留多少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庆余年二宣发 十大主演原班启动 颜冰云林婉儿均在其中 庆余年是2019年热播的一部 张若云领衔主演的古装大男主剧 虽然该剧已经收官两年半 但是却一直在观众最喜欢的 古装剧排行前十之列 其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有关庆余年二的消息 在第一部收官之际 便首次被爆出了 当时一句原班人马 轻力回归的口号 可谓是直接将人气拉满 如今不知不觉 已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了 终于是要提上日程 根据最新出现的 有关庆余年二的消息可知 该剧已经暂定在 今年第四季度投入启动 并且还爆出了张若云在内的 近十位原班人马的回归 虽然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庆余年二始终没有启动 但是相关的消息 却时不时地出现 而其中最受关注的 便是主演的回归了 通过这几年与庆余年二相关的消息 以及最新的公告可以看出 在该剧中 饰演范贤的张若云 饰演庆帝的陈道明 饰演陈平平的吴刚 饰演王启年的田宇等 一众实力派演员均在回归之列 除此之外 还有宋毅 郭麒麟 刘端端 张浩为等一众人气演员的再次加盟 当真算是全员回归了 而且在最新的消息中 还爆出了庆余年二 从未确定的两位角色人选 就是严冰云和林婉儿这两个角色 在之前的消息中 曾经有过一次爆料 说是肖战李沁因为戏份的问题 将不会再出演庆余年二 随之出现的 便是饰演严冰云的王又硕 和饰演林婉儿的张雪莹 两位新人选 不过关于张雪莹王又硕 代替李沁肖战 出演庆余年二的消息 并没有持续多久 而且也没有引起过多的重视 说白了就是观众不太认可 所以很快便没有了音信 而在有关庆余年二 最新公布的消息中 林婉儿和严冰云的人选 终于是尘埃落定了 并且出现的饰演者 依旧是作为原班人马的李沁和肖战 对此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说实话 虽然观众和粉丝们一直都期待 庆余年二可以有更多的原班人马回归 但是对于李沁和肖战这两位演员 真的没敢抱有太大的期望 毕竟角色本身和演员卡位实在是相差过大 不过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该剧竟然真的再次邀请到了这两位人气主演加盟 当真是实属不易啊 只是毕竟肖战已经爆火 可能出演名单的介绍要改为特邀了 李沁依旧是女楚 自然还是领先主演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对不起